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夏季养骨好时机 养好了百病不轻 身子骨硬朗究竟意味着什么 剑说 硬朗 灵活 身子骨道出了一个人体生理的秘密 身体健康落在骨子上 防病去病最关键的切入点在于养骨 养护受伤的骨骼很有必要 任何事情都必须首先遵从自然规律 养骨也不例外 低心引力是对骨骼影响最大的自然力量 如何顺应低心引力 维持骨骼的平衡 也就成为养骨的首要任务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现代人生活条件越来越舒适 可以随时斜握沙发 睡软床 这些都导致我们很难长期保持 最符合健康需求的动作和姿势 此外 再加上生活压力大 工作繁忙 精神紧张 又让我们肌肉紧绷 骨骼受到牵扯 而加重了失衡 养生先养骨 才能百病莫亲 事实上 大多数的疾病 都与我们的骨骼有关 骨骼的好坏强弱 是因疾病是果 简单地讲 沿脊椎的三十一对神经 分别由脊椎骨 与脊椎骨之间 椎间孔伸出而贯穿全身 所有的脊神经 负责传递大脑与身体 各个部位之间的讯息 因此 当脊椎发生异常时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器官 同样 当器官不健康时 也可以从脊椎骨上 找到异常之处 而且可以直接通过 养护脊椎 拔出病根 永保年轻和健康 所以 养生 必须先养好骨 骨养好了 才能百病莫亲 夏日为什么适合养骨呢 首先 天气热 人们普遍穿着暴露 阳光充足 皮肤受紫外线照射后 可将皮肤内的 漆形脱青胆固醇 转化为维生素D 维生素D可促进钙的吸收 增加骨密度 其次 夏天进行室外活动 能够增加骨骼的弹性和韧性 从而改善骨质疏松的症状 再次 中医讲究冬病夏至 冬天的骨头也需要夏天养 在夏季将骨骼 关节调养好了 等到秋冬来临时 就可免去往年的 骨关节疾病发作的痛苦 因此 夏天养骨 能改善人们尤其是老年人的 腰背酸痛 小腿抽筋 关节活动不灵活等等 骨质疏松的症状 如何养骨才是养了根本呢 全身骨骼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完美结构 牵一骨而动全身 所以养骨要有全局观念 从头到脚都要在平日里悉心养护 生病时也要寻找全身骨骼的线索 寻找病源 不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那是养生的大忌 更是养骨的误区 在夏季该如何养骨呢 首先要注意饮食补钙 多喝牛奶 多吃富含钙质的深绿色素材 这样可以在活性维生素D充足的情况下 促进钙质的吸收 中老年人可以尝试一些提筋和肉皮 摄入一些胶原蛋白 从而增加骨骼的韧性 其次要注意增加户外的活动 运动可以促进骨骼对钙质的吸收 增加骨骼的弹性和韧性 最好每天坚持30分钟以上的户外活动 时间应选在每天的上午10点前和下午的4点后 以防中暑 而且活动时应穿半袖衫和短裤 让阳光直射关节部位 再次适当做针灸 夏季是排寒化湿的最好的季节 爱酒养阳 可去除体内以前堆积的寒湿 让冬季一发作的风湿骨痛减轻或消失不见 第四 不吃或少吃导致骨骼钙流失的食物 夏天是饮用啤酒的黄金季节 但是过量饮酒是导致骨质疏松的原因之一 尤其是啤酒和白酒 它们会抑制骨生长因子 加快骨中钙的流失 此外 长期大量饮用碳酸饮料和咖啡 也会导致人体骨骼钙的流失 第五 养骨的重点在于养护独脉 脊椎是人体独脉寻形区域 是人的活力的中心 督脉统领一身之阳气 阳气弱 则脊柱不力 脊柱弯曲 错位 亦导致阳气上行不畅 造成腰酸软 背无力 颈酸痛 脑缺氧 记忆力减退 症状等等 所以夏季需要多通一通督脉 第一 在地面上铺一条毯子 地面上不要太硬 坐好以后 双腿弯曲 双手扶住膝盖 重心落在尾骨和坐骨之间 也就是臀部下面 第二 把双脚抬起来 大腿一定是靠近小腹的 第三 保持这个动作 前后的摇摆 即滚动的一个动作 我们把它叫做摇篮式 这种背部的滚动 每天早晨滚一滚 反复地滚上三到五分钟 每次这样滚完之后 我们就会感觉到背部是热热的 热代表气血疏通过来了 阳气声 发通则不痛 能够缓解各种腰背的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再照照镜子 就会发现自己的气色 都会更加的红润 所以这个夏季 我们把它定为必修功课 坚持坐下来 就是我们提升活力 保养脊椎的最好的方法 骨骼是我们身体的支架 愿您能养好骨 养好自己 拥有一个支撑自己 随时随心所欲的 好身体 好生活 好了 今天的文章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 记得免费点击订阅 同时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有什么想说的 或者想问的 欢迎下方评论留言 或者脸书三位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